小辣素敢抵的好买点就在这里拜 哈喽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早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6月20号早上10点 那节目一开始呢 我还是要请大家呢 拿出你的手机 把这种个Lighton跟Telgren 这两个军储呢 可以做一个交互 交互军储呢 我们盘中了可以一起来好好赚 那Telgren是Fi 17168 Lighton是小辣素 PBA 582.h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盘前提醒呢 跟大家聊到些什么 大家有觉得我的声音好多了吗 志龙哥现在已经快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6月20号盘前提醒 跟大家提到 这个美股呢 今天晚上是呈现一个修饰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也没有重大经济数据呢 要做个公布 所以我们那么说 接下来会有一个空窗期 那大家可以好好把握这段时间 那把握这段时间 应该如何去把握呢 请大家记得 出现指纹条件的时候 我们要进场做抄底 那指纹条件有哪两个呢 其实我们先前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第一个是什么 一个爆量肠 可以做了一个收脚 细长腿的一个下引线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实体的长虹K棒 那台股呢 有没有机会 我们在这个礼拜 机会会非常大 怎么说呢 我们这边先来看到 这个加全指数 加全指数呢 今天呢又是呈现一个 往下破跌了 今天呢是大跌了153点 那大跌153点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15600点 似乎呢 是越来越远的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如果说跌破15900的话 行情呢 会来回测这15600 所以在跌破15900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要试时去做 要缩减的部位 那如果跌破15600的话 这边的行情呢 就会往下去回测 去年5月 疫情时候的地点 大概在15100点 那15100点 最好是像这样 去年疫情之后 这边呢有杀出一个长长的一个下影线 那长长的下影线代表什么 短线上就有一个指纹讯号 所以我们认为上周五跟上周四 你可以看到上周五跟上周四 虽然说有因为这个权重调整 使得这成交量往上增 那如果我们就这形态看的话 它是一个量增架跌的一个结构 量增架跌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还有一个低点恐怕还会杀出一个低点 但是杀出一个低点 如果可以加速感应底的话 这边行情呢就有机会迎来一个犯弹 所以这加速感应底的过程中 我们要把它避开 同时你要去找寻什么 口袋名单 你要在这出现指纹条件的时候 适时进场去做一个强短 所以请大家特别留下 这边呢会不会形成一个加速感底 那为什么爆量这么重要 先请我们曾经一再跟大家提到 这下跌过程中量缩价会稳 但是量增容易有方向 那爆量下散代表什么 该停止了都停止了 该出场了也都出场了 该断头了也都断头了 不管你是自愿还是非自愿 这边筹码会变得相对的轻盈非常多 所以请大家特别去留下这个指叠讯号 那如果有出现这个指叠讯号的话 必须尽快站上15600 15900 甚至16300 那这边呢我们就一关一关来 大家也不用预设任何立场 我们呢就跟着资金流向来去做调整就好了 就像5月11号的时候 5月11号的时候行情呢 看起来还没有指叠性向 但是我们跟大家一道 这资金已经开始跑到这电子类估 所以如果这一段 你有跟上我们去做抢板台的话 其实我相信你的获利会非常优渥 那至于说为什么要尽快站上15600 15900 甚至是16300 因为15600是这个前破地点 站上才能化解这个头肩顶的压力 先前这边我们跟大家一道 跌破3月8号地点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等距跌幅 千点跌幅 因为这边是一个头肩顶成型 当时我们跟大家一道 跌破3月8号的时候 1676是低点 你要大幅的提高你的现金水位 那果然后面呢 这边就跌了一大段 那现在如果站不上15600的话 这边是另外一个头肩顶成型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去做留意 那15900呢 则是回到一个区间整理 那16300呢则是怎么回到一个大紧线的一个压力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行情打到16200附近呢 这边就往上做一个反弹 打到16200附近呢 这边就做了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去留意一下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讯号 那如果有出现一个植物条件的话 到时候我们的区间上缘呢 就可以抓出来 目前来看的话 区间上缘会落在这15900到15600这边 看他什么时候做的收缴 那如果是三天后 比如说是下半周才做收缴 我们这个区间上缘就可以抓15600 那到时候再看这收缴的底点是哪边 收缴的底点就会是一个区间下缘 所以现在你要做好一个动作 赶快去找你的口袋名单 那这个口袋名单呢 我们那么说是在他出现植物条件的时候 你适时进场去做布局 那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呢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的利空 你反而去找寻找 冷静的去看看有哪些强势整理的主旋 用大盘的利空帮你筛选出接下来的一个主流 你去想象一下 当一档股票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 那另外一档股票是维持着弱势整理 那中哥这边想请问大家是 在大盘直混的时候 大盘要开始反弹的时候 哪一个族群会长得比较多 一定是这个强势整理的族群 他的涨幅会比较大 那弱势整理的族群呢 他可能还趴在那边 所以强势整理跟弱势整理 我相信叫你80岁的阿嬷来 他也看得出来 所以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去把你的口袋名单给建立起来 那其实呢 我们的群组呢 有跟大家聊到非常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组 Telper跟这个莱德呢 要一并把他做加入 但我可以看到 这156点钟之啊 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 大盘在崩了3000点 他就是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 那股价这边呢 就是创新高 那大盘这边今天产生一个下跌 但是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强势整理的一个形态 再看到8069元态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强势整理 那这边就是顺利的再往上去创新高 所以你要去找寻这种强势整理的个股 而不是是找寻什么 弱势整理的个股 那弱势整理其实我们跟大家提到非常多这 那我们可以看到驱动IC 其实驱动IC 从去年这个5月的时候 5月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 面板报价出现拐底了 那就一路走长空 到了今天 再看到这四九六月天狱 或者是什么 三五四五的蹲态 其实你可以看到 股价都是往下去做破跌 那驱动IC去年赚了非常多钱 大家都知道 值率非常高 但是那又怎么样 其实值率就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你想参加初宣席 那你看值率那你可能怎样 把你左手的钱换到右手 那其实这样子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你初宣席只是拿回自己的钱 能不能填席才是关键 那填席的关键在哪边 他能不能继续成长啊 如果说公司未来不能赚这么多钱 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投资这档股票呢 他公司获利就要摔特了 那你还要去买这档股票 那你不是傻傻的去帮人家做抬轿吗 所以看值率买股票是个NG的事情 那一路逢低买进更是一个叉叉的事情 所以请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 其实做股票赔钱是没有人在加码的 那我们看到显卡族群 继续往下去做破底 其实这些我们都跟大家提到非常多次 那我们举个安定点看好了 在这边重新站上际线的时候 很多人可以提到 这边要来一个决定大反钩 但是这边打完底 一个弱势反弹下来 结果又回到原点 先前我曾经跟大家提到 即便这边有个短底 但是这种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它很容易又回到原点 所以你要找寻强势整理个股 然后这边产业趋势 是持续向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找到 这4768的这个精神科技 今天找盘是一度有要再创新到 但是这边盘中是有稍微做压回 那压回只要没有跌破 近期的地点 那亮说震荡拉回没有破底 就是大家的一个好买点 所以我认为说大盘这边呢 有机会开始怎样做一个加速赶跌动作 那加速赶跌动作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在这段时间先把你的口袋名单给建立起来 找寻强势整理个股 找寻下半年营收还有机会继续撑找个股 那这边呢在大盘支援的时候 会很有机会让你跟着赚到钱 所以请大家把这点放在心上 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找寻个股 不知道该布局哪一档个股 那其实你真的不用花时间 再去那边呢 也像乱射的一条 结果一直都没射到 你其实呢 你可以跟上我们 当你请你呢 每周10%到15%拼图打正 即便今天是下跌了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解锁会员呢 仍然是赚钱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利用单股操作 然后不预设任何理想 哪边哪边资金往哪边跑 我们就往哪边去做布局 跟着聪明前走 获利人自然有 所以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你可以填选表单跟上我们 或是什么 加入这种个来的跟着跳滚 资讯小秘书 资讯这种哥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 小资金集中火力累计筹码 大资金这种哥带你重压 带我扩大效益 那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拜拜 拜拜 下个富豪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